这个视频我们来聊一聊搜神记 搜神记是东晋时期的一部智怪小说 所谓智怪小说就是基数神仙鬼怪内容的小说 作为一部极为优秀的智怪小说 搜神记搜集了古代神异故事共400多篇 是研究我国古代民间传说及神话不可多得的宝藏 搜神记的作者是东晋史学家甘宝 甘宝这个人少年勤学博览群书 尤其对阴阳叔叔一部专事等典籍格外感兴趣 这位对神神秘秘的学问感兴趣的少年 后来也见证了两件神神秘秘的事 第一件神秘的事便是甘宝曾经亲眼看见 给自己父亲殉葬的小妾死而复生 第二件事就是甘宝的哥哥曾经生重病 断了计 可是几天后又醒了过来 称自己做了一场大梦 分明看见了天地间的各种神鬼 哎呀 亲眼目睹了这两件神秘事件的甘宝 从此成为了一个坚定的有神论者 他坚信世间的鬼神是存在的 为了证明这一点甘宝发愤搜集资料 辛苦挥笔著述 终于成就了这一部光芒耀眼的搜神记 虽说甘宝做搜神记的动机有点奇怪 可是这部搜神记可千真万确是一本好书啊 首先搜神记的内容极为丰富 其中既有神仙方式的神通故事 又有妖魔鬼怪的神异故事 有匪夷所思的霍福感应 也有神奇无比的真梦解梦 有善恶报应的因果故事 也有跨越生死的人鬼奇缘 真是千奇百怪无所不有 堪称古代怪事大百科呀 搜神记不仅内容丰富 还具有高超的艺术技巧 在搜神记中充满了强烈的夸张和神奇的想象 将浪漫主义手法利用得登峰造极 比如搜神记中有一个故事叫做千日酒 里面写到一个叫刘玄石的人 喝了一杯酒叫做千日醉 果然醉了千日 睡了三年 家人以为他死了 把他埋葬起来 三年后 人们听说他只是醉酒睡着 而把目掘开时 发现这个刘玄石刚刚酒醒 睁开了眼睛 而刘玄石张开嘴 那酒气冲入木边的人的鼻子里 木边的人也都睡了三个月 哇 真是一个将夸张和想象运用到极致的浪漫故事呢 搜神记拥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他不仅是六朝智怪小说的最高代表 更是唐宋传吉 宋原画本 明清戏曲与小说的取材宝库 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影响深远 还赢得了好多好多的铁杆粉丝 比如清代聊斋志义的作者蒲松玲 便将搜神记作为自己创作的典范 你看甘宝这本搜神记 真是魅力无穷呢 好了 搜神记就先讲到这 其中的代表故事 宋定伯遮鬼和干江墨爷 后面的视频中会详细的讲解 感谢观看